我的老朋友很高兴时隔半年再次同你见面 今年1月你对中国成功进行了国事访问 我们一致决定将中乌关系提升为新时代 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更高起点上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 两国关系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我们正在加快推进中国是现代化 贵国也在全面推进鲁斯别克斯坦2030战略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 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们愿同无方一道 以国家命运为怀 以人民福祉为念 推动中乌关系高阵来发展 我们现在设计了75岁的育成维党的育成维党 专业的育成维党的育成维党 专业的育成维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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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些问题的专业的育成维党